今天早上的天空依然晴朗,但是大家内心却沉溺在伤痛中 人性光辉和灰暗到底谁的错? 百科新闻,我是佩斯,为你送上马航编号一期客机的即时新闻 部分大马乘客家属今天早上已经抵达第一国际机场 家属裤断长,一时之间很难接受恶号 马航370机组人员莫哈默·哈斯林的妻子跟在Twitter留言 他在马航370事件中痛失丈夫MH17事件又使他失去了朋友 目前家属们还在等待最新消息 把镜头转向另边乡的乌克兰基辅德荷兰大使馆 陆陆续续聚集了民众前往献花和点亮烛光 为马航编号一期客机罹难的乘客家属起伏 甚至更有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俄罗斯恐怖袭击 为机上的搭客和机组所有的人员祈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